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真的不敢相信,真的很酷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来北京游玩的外国游客数量不断增长 近日,记者来到北京的秀水街,来看看有哪些精范商品受到外国人的青睐 这个是金石钻刻,就是在这个石头上刻上这个名字 而且它刻这种古体字,小钻体,就是皇帝要刻玉玺的字体 一般要是给外宾介绍的话,他就是刻,一说是给皇帝刻的这种字体 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想购买 中文,英文,还有西班牙语,农语,韩语,日语,各种语言都有 就根据这个客人的需要吧 这些餐厅是确定什么时代文? 哇! 分跑时代文 我喜欢 我的英文名字叫 G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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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η 像这个就是北京的捐人 就是唐绒坊就是老北京的 就是比较有特色的 这些呢就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中族县 我亲自拼了一个这个 一百五十一个配件 大概花了三个小时 两个多小时 一百五十一个配件 这是我亲自拼接完成的 因为我也想体验一下 因为客人给买走了一个 我给拼出来的 就是花了大概两个多小时 其实挺有意义的 北京的那个中族县 是吧 北京天安门 还有天坛 还有大剧院 还有这是大运河 然后老外也喜欢这种 中国长城 我们用支付宝 支付宝和微信 用手机 用手机做 做所有的东西 做地贴 买东西 都可以用手机 我们用阿里贝 还有钱 和 WeChat 我们在船航租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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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船航租交费